欢迎收看有评有趣看台湾 我是王时期 这个新竹市的人口 其实也不过40多万人 但是没有想到在今年的选举当中 新竹市却是一个选战最为复杂 而且戏剧张力效果最强的一个兴奋 这个高宏安他被检举说 他似乎是用了助理的加班费 成为办公室的这个公积金 结果连日来的这些爆料 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前助理 纷纷加入了这个爆料的行列 结果高宏安觉得这个身心巨疲 压力实在太大 所以生病住进医院去掉点滴 但是没想到却在休养的过程当中 竟然又跑出来医院 然后呢跑到了新竹县去拜访了 国民党的县长杨文科 这究竟是在演哪出戏呢 那么国民党跟民众党蓝白之间 是不是已经都谈好条件了 已经决定正式要弃保了呢 今天可以好好的来分析 另外在台北市首都之战呢 蒋万安他宣布他要辞掉他的立委 那么这对于选战的后期来说 是不是有一个加温的效果 对于选票的帮助又有多少 今天也可以来分析 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赖瑞龙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 17号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东好 大家好 好的一开始我们当然要从这个戏剧张力 最强的新竹市开始看起来 因为早在10月17 18号的时候 就有这个高宏安的前助理跑到调查局去检举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四叉猫也丢出了 还有林根仁啊 国民党的新竹市长候选人也丢出非常多的资料 来说明这个高宏安办公室里面的金钱运作似乎是有点怪怪的 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越来越多的资料都被丢出来了 今天最新的是说他也有一个前助理跑出来 还有赖截图哦 这个赖截图是说其实我当初呢 本来是请这个注射疫苗的 都有疫苗价嘛 结果呢这个我都算病假 这个办公室的人告诉他说 这个我都算病假哦 所以病假的半薪 你要缴回来作为办公室的公积金 然后这个当事人前助理就说 嗯好 哇也就是说这个公积金的这个来源 其实蛮多元的除了助理的加班费 高宏安的讲法是说 助理都是自由乐捐 这个自我意识 他们决定要捐的 还包括了很多罚款啊 迟到早退啦 或者是病假啦 试假啦 你领的这些钱都要回来这个公积金 首先要请问在立法院高宏安的同事 你们办公室的公积金怎么来的 我们办公室是没有设公积金 我相信多数也都会很压抑高宏安这样的运作啦 因为事实上助理费的部分就是给助理 他是由直接立法院直接拨到助理的账户里面去的 那大概就40多万喔 一个月大概40多万 那你可以聘请8到14名的助理 那当然也有一些加班费的部分大概8万多 那这些就是要进到这个助理户头 但是你现在最大问题就是 你从里面还要助理再回捐回来 成立一个公积金 这就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想看平均一个助理大概可能 3万 4万 5万这样的薪水 他一年 像这样看来11个月 如果照之前资料的话 等于是捐了30万回来 捐了20万回来 一个助理几乎等同是捐了你 一大半或三分之一的薪水回来 这完全不合常理 而且以这个来说的话其实 根本就不够用了 怎么可能还这样回捐 然后你再看像这样的资料 这如果也属实的话 这显然真的是一个 难怪会被爆这么多料出来 因为其实一般助理的工作 其实都很辛苦啦 不管是你要写法案 或者要写咨询稿 常常都要加班等等都非常多 赶建的时候都在赶 那甚至在地方跑行程的时候 有时候助理帮忙跑行程 也都是没有分六日晚上的 一共安的 你才去苛刻他这种病假 一般这种的我们同事 同事大家请假 你去休息啊 就是怎么会去扣你任何薪水呢 老基法也不允许你扣他的 病假的薪水啊 更何况一般你的雇主跟 你的法案助理或者你的选区助理 那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大家都互相去那个怎么会用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员工真的是满苛刻 难怪大家有这么多的意见 高宏安的竞选阵营的发言人有说 这个是他们办公室里面 因为为了严格要求一种纪律 就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则 所以才会有这些法则 他也没有否认啊 意思就是啊对 就是就是 所以他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回捐回来 不是助理个人的意愿 看来也不是啦 所以才会爆料这些出来 这看来都是很内部的资料嘛 人家的内部很严谨 你们办公室都没有规则 没有内规喔 松散 所以你看严谨到 苛刻到这种程度 然后出了这么多事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 让助理要求助理要回捐 比如说你一进来的时候 助理领走六万 你就必须要领走六万 如果你是跟他讲你领了四万一 就剩下一万九十 全部要回捐回来 这个很严重 这违反到贪污自罪条例 这是有问题 已经前面好多人都出了问题 包括前面的潘怀忠议员 包括很多的议员都 地方远出了很多事 判刑缓刑非常多的 所以这件事情恐怕很难躲过 那再来是 你光这件事情内规啦 你内规这样定 第一个有没有违反 小管劳基法的规定 第二个是 你定成这样 其实显现你跟你的 助理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的紧绷的 因为你 你有没有真正算他的加班给他 你在试询稿 难道你永远都是在他 我不相信啦 比如说礼拜一 我们要常常 礼拜一是最忙的资讯的时间 你礼拜执询的时候 难道你都是用礼拜五白天的时间 让他写完资讯稿吗 六日都不动他写资讯稿吗 不可能嘛 所以你这个绝对 这样的做法 绝对有很大很大的争议 就是说你在 对助理这么的苛刻的时候 那难怪会有引发 这么多的一个争议的发生 他办公室的助理的流动性大不大 看起来是大的 因为一般 其实立法院圈子就这么大 而且要找到好的助理不好找 那因为优秀的助理不好找 那你如果有条件 这么苛刻的时候 那当然人家一定是离开的嘛 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 心里面一定是不高兴 当然就是 所以这看起来都是前员工的爆料 才会 所以就看得出来说 你这种不合理的 而且是很苛刻的一些内部什么内规 不仅有违法的疑虑 同时对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 这个劳资间的争议 所以才会隐身之后 所以你这样的人 光我们讲政治人物 光要先把人做好 你光这样子 恐怕都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你更何况你要选市长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你是很有问题的嘛 如果他选上新竹市长 以后新竹市政府的公务员 可能每个都要皮绷紧 因为办公室的规则 十分的严明啊 这个是四叉猫公布出来的好几张的截图啦 然后这些对话呢就包括了说 你垃圾啊 办公室的垃圾忘记到的 罚钱 如果你办公室的茶杯忘记洗的 没有洗杯子 也要罚钱 看起来这个是比军队还要严格的这个纪律啦 那高宏安自己的讲法是说 其实这些助理回捐他们的加班费 这些都是他们自愿的 自愿行为 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啦 所以会相信这样子的说法的现场 有没有人请举手 你们这些小气鬼都没有 都没有对于自己的老板这么的力挺过 指责这个说法你相信吗 就是哇哦 应该就是因为有助理看不下去 有助理觉得我这是不乐之捐 所以我才要爆料嘛 所以跟高宏安的讲法 就完全逻辑不通了 都不上 坦白讲这种帖的纪律 让我看的我自己是觉得很愧疚啦 因为我对老板办公室都没有什么贡献 讲一下你以前的老板是谁 蒋万安是不是 蒋万安 蒋校园 很多啦 杨英雄一样 我在立法院快20年的时间 所以你不能选蒋万安 因为他办公室很松散 是不是 毫无纪律可言 多数如果照这样标准 你看多数都被认为 很人性化啦 其实我说真的 据我了解啦 事实上这个资料看起来是从 他们的原本办公室助理群 对外 而且这个资料事实上在外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也找了不同的媒体 甚至不同阵营 要报这个料 可是之前的资料 看起来都没有这么齐全 一直到现在报的 就是那个公积金 就是助理费那个加班费 然后是怎么使用 一直到这么细的时候 才开始包含 我领更人当然也报了嘛 那也有媒体跟进 在报更细的等等 所以这个很有趣啦 真的是要善待助理啦 我自己在立法院 避免助理爆料 所以一定要对助理好 这个我一定要趁机 趁机帮自己讲点话 因为我常年担任助理 我是很用功的助理 比如说委员礼拜一要咨询 我周末几乎都在立法院 多数优秀助理同志 对我几乎是以立院为家的 我连除夕那一天的白天 我都还在立法院 这个警卫都知道 我跟你说这个坦白讲 可是因为助理的薪资不多 那所以说你还在利用 这样的方式 转一手 然后呢去把这个钱 拿来做公积金 不管是放在自己口袋 或者是拿来办公室公用 这都是不对的 对助理都是 当然啦 因为那个科目不对嘛 那个科目要么是你助理的本薪 要么是助理的加班费 那这个都不是拿来做公积金 或做办公室公费使用嘛 或者说给委员洗头 买有的没的 重点是什么 那委员在这里 事实上立法院除了薪水以外 还有边给立委 事务费 什么选民服务费 还有连电话费都补助 还有有的没的 我说这些钱 都可以用委员拿出来 作为办公室的一些公用嘛 是不是 就等于是公积金可以 委员自己拿出来就好 你怎么会用助理的这个加班费也好 甚至是用到本薪也好 这完全是不对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就显示就是说 这个高宏安可能在这个部分 是比较苛求 甚至是苛刻 这个算诈领助理费吧 是啦 就是说 坦白讲诈领助理费 当然有两种状况 比较严重的 就是说你这个钱转一手之后 透过这样助理的名目 转一手之后 放在自己的口袋 这是判刑最重的 曾经有诈领助理费被判到十年 十年多 十年耶 十年多 然后轻一点的 就是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钱是拿来做公用的 就是办公室支出使用 红白帖啦 什么什么 潘怀中案 对 然后他自己又认罪 那这个甚至就判清 甚至是缓刑 那我觉得啦 现在高宏安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个资料太细 细到就是说你很难去反驳 所以我看高宏安现在是比较理亏 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 可是我觉得事情做到 你跑不掉 我觉得这件事情势必他要有更 要有更清楚的说明 那这个势必在选举在选前投下一个震撼蛋 而且我要讲的就是说 资料会不会是切香肠 是不是后面还有 应该是吧 这边你看 吹哨者揭露高宏安办公室的15页内部账目全公开 据说林根仁手上的资料非常的多 只是他到一半喊咖了 还有一大堆的资料啦 那高宏安到目前为止是说 这个公积金就是办公室的干部们 觉得哇业务很繁重而且很辛苦 所以他们就自掏腰包啦 不是他个人的小金库 那可是这个戏目啊 还有发票咧 发票上面还会刮呼注明 这个是委员请客吃饭 请谁谁谁 这种很细很详细的账目 然后结果就发现说 哇原来委员拿了这个公积金呢 去洗头啊买玩偶啦等等的 做了非常多 感觉上是委员自己私人的事情 卸妆棉啊 然后购买这个面试郭台铭这些书啦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在法律层面上面 助理的钱到最后留给老板来使用 这件事情恐怕是贪污治罪条例 贪污治罪条例是七年以上的重刑 哇这件事情 所以高宏安恐怕在法律面前需要做 非常充分的准备 否则很难说服法官 这个跑司法出身的东豪 你怎么样看待他逃得了吗 起诉大概跑不掉了 除非他愿意认罪协商认罪 减轻 应该是助理比较想认罪协商吧 我直接讲 因为今天跟尚义夫同台的时候 尚义夫又爆料了 又爆了 你看到这15页的这个资料 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档案夾 喔喔 然后这档案夾有几个呢 大概有十几个 喔喔 十几个档案夾 15页是一份档案夾 一个档案夾 你这样讲好好奇 我好想知道其他的档案夾 然后爆料的是只有一个助理吗 不是 是一组 一群 所以大家都很不爽他 对 那为什么呢 我这个因为版权所有 尚义夫讲了一个 现在在立法院助理这边 流传的一个故事 这个我说讲 他这个是真是假 我真的不知道 那尚义夫也说他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故事实际上是流传的 刚刚当部分去立委之后 到立法院之后 有一天他有个朋友来看他 然后看完聊完之后 他就要助理带着他的朋友去吃饭 助理就带了他朋友去吃饭 吃完以后回来就说花了七百多块 据说 公安说我是叫你带他去吃饭没有叫你请他 我不知道这个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尴尬喔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所以助理就自掏腰包请他了 没办法报仗 公积金没办法报仗 那我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看高安这件事情 其实法律的问题也没那么复杂 就是说你只要是年轻人 哪怕你是大学生 是不是高中生你有打工的 你如果有加班 你会把你的加班费捐给你打工的那个办公室吗 大概不会 不可能 大概不会 所以他有一个基本上每一个人可以认知的ABC 他跟李宗廷的那个50万 捐台湾民众党30万都不一样 因为他是不是人头 他可不可以捐 捐台湾民众党 这个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规定 也许互有矛盾 但是找到好的律师还是可以解套的 只有公积金这件事情 他不是一个助理 他是一群 然后他有十几个FIRE夹 你不晓得这些FIRE夹有什么东西 这还是对高航安个人的影响 因为高航安在被提名参选新竹市市长的时候 的整个人设落差太大 他原来诉求的就是科技 愿景 未来 年轻 清新 专业 你看他怎么对年轻人 他的办公室的助理年纪不会太大 对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高航安的群众基础是什么 是年轻人 是科技人 你再把它放大去看 台湾民众党科批的群众基础是什么 很重要是来自于35岁以下的年轻人 35岁以下的青壮跟年轻学生 这是台湾民众党科批很重要的一个群众基础 那高航安所做的一切符合吗 那高航安11月26号以后要面对的 就是他的法律问题 那他会非常辛苦 他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就像大家最喜欢讲的意思 吃饭要干杯806块 为什么是给他9000块 他请客吃饭还可以再多赚900多块 对 为什么老板可以多赚 是 这些东西你在警察官面前 你要怎么解释呢 那是公款 然后他们到底是乐捐还是不乐之捐 然后他的加班时数对不对 甚至你可以进一步想 如果有一个立委 高航安开给他的薪水 假设是四万五千块 他除了加班费外 那个四万五是十拿吗 你都会有充满想象空间 进一步影响的是台湾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的基础 包括在北部的县市议员 他主要的要号召的不是就年轻选票吗 这样子的高航安怎么号召年轻选票 整个科批整个跳下去帮高航安背书 他怎么号召年轻选票 这个事情是滚雪球 对 这的确会影响到民众党最坚实的基础 就是年轻选票这一块 而且从头到尾不认出 而且对 他会有外溢效果 所以大家都会讨论到说 那所以台北的黄珊珊 会不会也连带的受到影响等等的 那高航安的讲法 其实高航安还跟监督立法委员的公督盟 报说他的助理都没有在加班 所以他是一个好老板 结果没有想到 在公督盟这边是报没有加班 但是实际上却跟立法院请款说 我每一个都加班加好加满 每个月都领到紧绷 所以这个看起来 这个人设的形象跟他真实的样貌 恐怕的确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谈到高航安办公室的 这个公积金的使用 那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助理其实工作很辛苦 然后好不容易年轻人领了一些加班费 然后领出来的加班费 又回过头去提供给办公室 然后老板也可以用 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不太合常理 那高航安的讲法是说 他们都是自愿的 自由乐捐 他们就高兴把自己加班费捐出来 要不然你看啊 别人也有呢 高航安说 你老柯 你老柯的助理也是有给他捐钱啊 捐钱到这个民进党啊 而且你看每个人都捐蛮多的喔 等等的 好 那他这样子反击过来之后 柯建民也有他的讲法 柯建民就说 可是我没有拿去洗头啊 柯建民好像不用用助理的加班费去洗头 好 来下一张 下一张呢 对于民众党会不会有伤害 看起来的确恐怕是会的 那柯文哲呢就赶快 哇 这个全党都在帮高航安讲话 这个呢是 这个柯文哲他在前几天啊 在骂林根人 因为林根人在造势晚会上面跟韩国瑜同台了之后 有点哽咽 然后柯文哲就跑去骂说 你这个林根人啊 表演也不要表演过头好了 结果三天前骂完林根人 结果三天之后 高航安就不行了 我压力真的好大喔 我要去医院打点滴 我身心俱疲啊 手上就挂着这个点滴头跑到医院 跑到医院那你就好好休养啊 对不对 结果他又跑出来 跑出来之后跑去哪边 跑去了新竹县 不对啊 你都已经这么累了 人都瘦了一大缺 你干嘛吊着点滴还要跑到新竹县 请问一下子哲 你们新竹县就 杨文科就这样子 任他这样子 你爱来拜访就来拜访 都不会怜香惜玉 不要啦不要约啦 你生病了赶快回医院啦 第一个还是要希望弘安早日康复 好好休养啦身体最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他去拜会 当然这个从双方的说法是说 之前就已经约好了 那当然他可能抱着病体 他还是要去 不好施约 这是他的选择啦 那不过我要特别要讲 就是说国民党 我们在新竹市是有提名林根仁的 那这个杨文科现长 之前也早就跑去 这个杨文科去挺他 力挺他 我们上上下下包含韩市长 包含我们的主席马英九 前总统都去了 我们力挺杨文科是毫无疑议的 百分之百 杨文科本来就没有问题啊 林根仁 是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们不提林根仁 你连名字都叫错 大人哥啊 好惨啊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当然这样的拜会啦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联想啦 本来就会啊 当然会有一些联想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可是对于一个国民党而言 那确实就是提名了这个林根仁 这一定要立体的 那我觉得啦 都只有口头立体 因为很奇怪 高宏安呢 也跟国民党的杨文科见了面 高宏安呢 也跟台中的卢秀燕见了面 那你们国民党是怎样 这么的博爱 都没有一些政党上面 选举期间呢 是啦 是啦 就是说他这个见面 他名义上都是用那个 市政交流考察嘛 那你最严格的检视说 双季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好吗 我觉得都值得讨论啦 这个我也不会反驳 可是就就国民党而言 尴尬 我就说从上到下 就是力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至于这种礼貌性拜会 我认为啦 就是点到为止 就以后也 10%也快投票了 以后也才15天 以后也别再搞这一出了啦 那主要就是说 这个会让人家有过多的这个揣测联想 对啊 对选情都未必是好事 不过我要讲啦 如果政治有这么单纯 那我想 就我们就不需要上政论节目 就政治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有的不的 不不格格的事情 那你讲出来啊 讲出来 我就是不够聪明 我智商没有那个什么 他柯文哲是什么 160是吧 对啊 就没法到啊 157你多加了3 157 那你觉得 他当初骂林根人说 哦表演过头 那你觉得你要不要回他一句 所以高红安 针头不拔 跑去拜访杨文科 这样子算不算 没有 表演过头 我觉得啦 我宁愿相信 我宁愿相信他真的是 身体不好 然后呢住院 然后来不及 然后去 生病的事情 我不会想评论 但是柯文哲那张嘴巴要好好管 因为我们刚刚上一段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他这个助理费 公积金的事情 看起来是有罪证确凿 我必要说过去我也帮高红安 不管是在资策会的事情 或者是他若文抄写的事情 我认为有瑕疵 但是民进党用这一种 尤其是用国家机器 无限上钢 不成比例的打 我也会帮他讲话 可是我必须要说这件事情 确实看起来他是理亏 而且在甚至有违法之鱼 那既然如此 柯文哲你还火上添油 我不懂 他到底是在帮 帮高红安还是在害他 这个时候事实上闭嘴 是柯文哲最好的策略 很难 他最不容易的就是闭嘴 下一章我们要来看一下 好啦那高红安 他就跑到了新竹县 去拜访了洋文科 中间呢 这也是薛明志 看起来就是薛明志 带着这个高红安一起跟他 杨文科来见面的啦 可怜的林根人大人哥 新竹大人哥说 嗯 我不会怀疑杨文科的支持啦 等等的 然后黄珊珊也会担心 会不会民众党 然后外溢效应 新竹影响到他 他就说我没有特别注意新竹的事情 新竹的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 朱立元说我们全人党都支持林根人 反正讲的时候呢 郑士维也好啦 黄子责也好啦 朱立元啊 开口第一句话都是 我们是绝对支持林根人 然后但是 但是后面的行为上面 看起来就怪怪的 好像也满支持高红安的 所以都好 刚刚指责说政治嘛很复杂 都有一些妹妹嘎嘎 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你就赶快帮国民党讲出那些妹妹嘎嘎 到底是什么事 在打高红安第一个倒霉是谢国良 谢国良 哇 已经打到基隆了 这很简单啊 台湾民众党刻批在基隆没有推人 那你剩下十几天 比方讲台湾民众党的选票 选票里面比较 因为共同的反民进党 所以他比较容易投国民党 那基隆这个柯文哲的票 多少不论他本来就支持了谢国良 对 你再继续打嘛 打下去的结果这些票 他不一定投民进党的蔡思英 但是他不会再投谢国良 他就不出来投票了 对 他就不 那你除非你谢国良现在赢很多啊 可是基隆也是这次很难判断的一个选区啊 对 桃园 桃园也是一个很紧绷的地方啊 你不要打到最后他们就不投赖湘宁 就去整理张善政啊 所以选举到最后为什么要踩这个刹车 还有一个原因是 那个高宏安背后的支持者 跟林庚仁背后的支持者 他其实是有重叠的 金主圈 可是薛明志是支持高宏安的啊 金主圈 所以林郑哲出来劝 劝那个林庚仁的时候 为什么要谈到那么晚 听说了 讲到最后的就是说 你再打下去我要支持高宏安 好 那这样选举关林郑哲什么事情 一个已经卸任那么久的 的一个市长 就是林郑哲的背后还有人嘛 这个是属于地方上的政治 地方上的关系 所以很早的时候 我在讲新竹这场选举的时候 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林庚仁的后面 跟高宏安的后面 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人脉基础 你从高宏安后面 至少台面上的站的是什么 是前议长 谢文庆嘛 那林庚仁后面这边也是议长 前后两位议长也有一些共同的交集 选举你需要很多支持 为什么会让林郑哲被逼到 你要知道原来的议长 现在的议长为了当时他挺林庚仁的时候 在朱立伦那边呛过一句话 林庚仁没当选他辞议长 不选议长 当然现在这句话他一定忘记了 现在这个话一定就算了 不要计较太多 可是就是后面其实是有一个人脉关系 那为什么一定要逼着林庚仁停火 一方面基隆这些会受影响 二方面来讲 高宏安的民调 还可以讲民调吧 对 高宏安我们不要用民调 不要讲数字 高宏安目前来讲的基础要比林庚仁 还是好一些 那当然你再打下去就变成沈慧宏当选了 所以他大概两个因素在那个 所以就是蓝白已经合作了 对 所以为什么是薛明志 因为薛明志最喜欢在新竹管东管西的 他是一个代表 那薛明志有没有募款能力 有 他自己就很有钱 他更喜欢跟企业借募款 他在企业借募款的 搞不好比他个人的多 所以其实就是蓝跟白 其实透过这一出已经 共同的大前提是说 不要让民进党的当选 所以他们就只好牺牲掉了林庚仁 然后所以国民党其实面对林庚仁也 有一些尴尬 听说林正泽跟林庚仁那天谈到 不晓得是谁还拍桌子了 听说谈到半夜 压力很大 对 听说谈到蛮晚的 好像三点 然后谈到不高兴还拍桌子 听说 蓝跟白 我跟你讲国民党要小心 所以你知道林庚仁有多怨 对 林庚仁就是硬生生的被牺牲掉了 我们要来看下面一张 就是讲到蓝跟白之间了 为了这个 林庚仁到底要不要继续打下去呢 哇 国民党吵了半天 然后说流失白银选票又便宜了绿银 所以就赶快林庚仁牺牲你没有关系 你赶快给我喊咖 所以哇 委员你怎么样看待 人家就是共同的目标 蓝白两边合作 就是不要让绿的上 我还是要先讲 新竹市其实是三个 有国民党的候选人在选 当然也有民众党 当然民进党的候选人 可是国民党还是有候选人在选 可是你可以想像吗 就是说一个党有自己的候选人在选 结果另一个党竟然可以跑去 跟你的其他的县市长的 你的鲁秀燕 甚至跟你的 这个在民党内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如果有的话 那一定是党纪处理 因为这太严重了 对对对 要党纪 党有党的纪律嘛 如果没有党的纪律的话 那几乎哇塞 如果你们上面的头人都可以这么做 那下面为什么不行呢 所以说这就是 这个一定会出问题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高函去了这个 这个杨文科这边 对啊 那杨文科看起来是有压力的 去见了 但事实上你可不可以拒绝掉 他可以闪掉啊 因为你有权力去闪掉 你可以不攻击他 你不骂他 如果你怕你因为攻击他 而国民党的票撕掉 你可以不要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配合他 那这种摆明了是要弃保 国民党啊 那所以蓝白的合作 这样子有没有违反什么 搓圆仔堂选罢法 这个当然还没有到那么的 这个搓圆仔堂这样的一个地步啦 但是事实上这个在政党来说 他当然会有将来发展贪污 因为柯文哲的目的当然就很明显 他是要白要吃掉蓝嘛 要把蓝吃掉 那如果他在这一次里面 可以透过高浩安 我们还是要讲了 高浩安是一个 从现在整个例来这样看来 他是一个非常高度争议的人 我是觉得有些是要挑选是非 如果你挑选了他的话 那恐怕未来都要替他背书 不只柯文哲要听他背书 国民党也要听他背书 将来他的这些的贪污罪 香港这些所有的包括侵权的行为 抄袭的行为 包括全部你们都要听他背书 那背书了以后 接下来你可能为了这一场新竹的战役 你可能想要试图去那个 但是你可能把你的党格 把你的整个整体的社会形象 全部一起赔进去 而且让大家知道 反正党的提名不是算数的 万一不好的时候 不好意思要丢掉你就丢掉你了 你要嘛你就要提名前就讲好 不好意思 我们新竹我们就不提名我们合作 我们支持 你也可以这么做 但是你没有这么做 当你提的人选 你又摆明了放弃你的人选 那以后谁敢代表你这个党出来选 对耶 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啊 这会对国民党来说 我觉得会有一些后患 以后获得党提名的人 然后其实他心里面会不安 所以你刚才难怪那么生气啊 我不知道党会不会把我给丢掉啊 会不会 当然我希望不要啦 等一下你连这个一起讲 然后跑去跟杨文科见面啊 然后就说我们要来谈 大新竹合并 你们之前是怎么样 阻止民进党大新竹合并 一直逼 当初还逼到林志堅说 好我承诺 我没有要选合并后的新竹市长 结果现在说 啊我们杨文科跟高文外一起谈 大新竹合并 这会不会把选民当猴子耍 新竹新竹合并看起来也不是现在进行事嘛 那干嘛要这样骗人 而且当时林志 大家还记得嘛 感觉是量身定做 是为了要帮林志堅选举而在讨论 甚至在立法院修法推动那个新竹 新竹县市的合并 那个事项太难看了啦 那现在选前突然要合并 他现在只是提供一个方向嘛 那总比民进党在那时候在立法院 这样硬闯硬稿 那我要讲啦 就是说坦白讲 你刚刚说那个状况会不会很尴尬 就如同我讲的 就政治还是有一些复杂地 对我举个例子啦 不好意思 就是提名的 但是没有要支持 我举个例子啦 这个蓝有人知不知道 就外界要评论这件事情 或者说酸国民党尊重 那我们自己未来要尽量避免这个事情 我举个例子 在2001年嘉义市长的选举 当时呢民进党有提名一个叫黄振南 也是现任的议员 结果民进党大部分呢 公开上是支持那个黄振南 私底下支持谁 是陈立正 后来陈立正选上一届之后 他也进去了那个民进党 我也是说当时民进党 所以现在国民党在学当年的民进党 没有啦 我是说我现在是要 我现在要 但是我没有看到 那时候有正式台面上的大人 有啊 你去review那一段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我有参与当那一年的市长选举 我很清楚 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民进党要批评国民党 可能要回想到 回想一下说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啦 当然我觉得 就是说国民党 我同意 既然你提名了 就要全力支持 不然你就应该在选前 你就要做一个决定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确实政治就是有这样复杂的事情 那当时的确可能后续没有 可能这后续的发展没有料想到这么多啦 所以就只好对不起新竹大人格 没有 全力支持林根人 百分之百 我不管 我坦白讲不管结果如何 的确要有一个党格啦 那你至于个别啦 我觉得个别的人 你说蓝营人士 对于这个鸿安 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个候选人 林根人等等 有什么看法 知不知等等尊重 但是党的立场跟原则 这个绝对不能有模糊的空间 我补充两点一下啦 其实现在看来的话 新竹县式合并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而且应该合要正确 所以当时看得出来多少是在用 政治的算计思考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这个高昊安当他已经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了 特别是这一次涉及到贪污的 这个比当时的这个 这个攀怀中还要严重 攀怀中都被判了两年 然后缓刑五年 这个比攀怀中还严重 结果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 薛明志去牵线之后 杨文科竟然还见面了 整个还做了 你整个党是不是赔进去 然后全部其他的国民党全部晋升 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非的问题啦 如果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没有处理的话 其实人民都在看嘛 其实攀怀中的例子是拿助理费 加班的这些钱跑去 跑红白铁 他其实也是用在公用 他并没有拿去洗头 那高昊安比较严重的地方是 他有拿去洗头 还拿去买玩偶 那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一个 外溢的效果 台北的黄珊珊 会不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紧张呢 休息一下 待会来谈 欢迎回来大家都一直很关心说 新竹的民众党的效应 会不会连带影响到 民众党在其他县市的这个选情 台北的黄珊珊是第一个 大家判断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这个人啦 他之前其实就已经某种程度切割 就是说他其实都不太知道高昂安的这些事情 也不熟立法院的这些事情 某种程度切割了 那么清明党的这个 吴坤玉 吴坤玉呢他是宋楚瑜的文胆 他在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其实黄珊珊去找过他很多次 希望吴坤玉能够加入竞选团队 一起来帮黄珊珊选 但是吴坤玉呢 就一直没有这样加入 为什么呢 因为吴坤玉说 你要跟柯文哲给我离远一点 柯文哲会是你最大的破口 而且我吴坤玉跟柯文哲那一整挂人 完全不对盘 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 所以他就到现在为止 一直没有去帮黄珊珊 那所以看起来 柯文哲的确是这个民众党的 最大的这个影响力 结果柯文哲的嘴巴又关不住 因为刚刚子哲也叫柯文哲说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不要再乱讲话了 所以要请教一下东豪 那这件事情对于黄珊珊的影响有多大 你刚刚说可能会影响到基隆了 那对黄珊珊呢 所以黄珊你看他对于这个高安的事情 不大能讲话 然后柯文哲一直讲错话 简单讲 黄珊珊在台北市会更弱势 更弱势 更弱势 因为就剩下15天就投票了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投票率 也就是现在当然会有 还有一些前面做的民调嘛 你到时候去对那个数字 我相信他黄珊珊可能会不乐观 我还这么讲 因为投票到最后的时候你要有个感情 你真的要有个感情 不管蓝绿 其实最近在做的事情都在吹票 黄珊珊用什么东西吹票 高宏安摆在那里 我今天有看到民众党帮黄珊珊吹票 是说帮高宏安讨公道票投黄珊珊 会不会有点转折 就是转好多个弯 太难了 我跟你讲 因为高宏安犯的错 我先不要讲 我就不要法律问题 你光是那个 你压 你本来是个高傲 天之娇女的人 你现在变成什么 压榨劳工 你就像柯妈妈去帮赖湘林 赖湘林是 以前我们在同台都知道 他其实是很帮劳工 他在保护劳权的立场上一直都很稳 即使他是柯文哲的劳工局长 我不会怀疑赖湘林最劳权的立场 可是当柯妈妈讲 报告完讲话说 赖湘林在旁边怎么办 黄珊珊的处境也是一样 黄珊珊今天能够有这个基础 很多还是来自于年轻人的支持 年轻夫妇的支持 40岁以下的支持 所以当台湾民众党在讲说 为了要帮高宏安这个方案 你要投黄珊珊 这个逻辑是冲突的 是矛盾的 整天讲我会猜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高宏安的事情 本来会投台湾民众党的有一些人 他不一定会投来也不一定会投率 他就不出来投了 就不出来投票 不过年轻人投票率相对 本来就是偏低一点 不稳定 比较不稳 那所以当民众党 如果最大的支持群众 是比较年轻的这一个族群 然后他们的投票率 又不是那么的高的时候 再加上争议纷扰这么多的时候 黄珊珊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但是黄珊珊也是有警觉到这一点的 所以黄珊珊今天打出来的这一招 叫做孙玉璇 所以我要请问一下委员 就是黄珊珊一定也知道说 这个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的影响 所以他又回过头去抢蒋万安的票 所以他就把自己跟孙玉璇挂在一起 那台北市你怎么看 因为高雄你知道委员高雄小港 前镇 前镇小港的 高雄很平静 大家都没有要讨论高雄 所以你怎么看纷扰的台北 应该这样讲 因为这个台北是沙喀都 大家而且都很接近 所以谁最后能够抢得票 那看来是这样 就是说以柯文哲这段时间的这样状况 大概是蓝跟白之间互相去抢 跟互相棄保的机会稍微大一点 所以当高雄这样的状况去发生的时候 那你看到大概只有柯文哲在讲 这越讲越伤啦 你看黄珊珊嘴巴也闭起来了 然后其他民进党四个立委也都停下来 因为没有人敢去声援 因为高雄这事情其实是非还蛮清楚的 而且确实很多形象上面落差太大 所以这个一定是伤到整体 那黄珊珊当然要想办法去止住 包括连蒋万人都还下重要的去辞掉立委 所以他显然面对一定要挡住这一波 如果没有挡住这一波的话 一旦让那个蓝之间 蓝白之间的气保更明显的话 那大概他完全就没有机会 特别是柯文哲现在状况又这么多的时候 他更没有机会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去拉回更多蓝的票 拉回更多 特别是深蓝的票 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才是更适合代表蓝赢 去跟陈时中竞争的一个人选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抢 如果这一波没有抢回来的话 那恐怕后面就会越来越辛苦 那指责你们担心嘛 人家孙昀璇都出来了 没有 你从这个黄珊珊的选票里面 就交叉分析 事实上他就是蓝绿都有 包含他自己白色的啦 所以我是说他拿出孙昀璇 也不会令人特别讶异啦 那当然可是就是说 这个这一张牌是不是有用 因为他跟孙昀璇的连结度 看起来是很薄弱 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跟他有什么深厚关系 所以蒋万安这边其实不是那么担心啦 没有 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步调啦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柯文哲看起来像是黄珊珊的背后铃 就是说我不认为啦 我有一种假设是说 黄珊珊也许曾经试图想要跟柯文哲 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一定的切割 可是你要看柯文哲愿不愿意啊 柯文哲常常被人家觉得说 他是第四组候选人 对啊 但是我一直说没有办法 看起来就是柯文哲一定要在这场选战 占有一定的角色 你选2024啊 是 是 切割不了 第一个切割不了 就柯文哲的意愿 主观意愿他不讲切割 第二个 你自己作为柯文哲的副市长 那个市政成绩 你一定有所什么 连结 22名 对啊 那你这个部分你怎么切割 所以我看到 尤其我在看到那个在市长辩论的时候 对啊 他一方面又要说说 我要带领这个台北市要转变啊 要更更进步等等 可是你会发觉其实他在柯文哲那边 做的并没有很好 甚至是支持度很低 所以这个都变成他一个很大的包袱啦 嗯我们要看下一张 所以呢现在这个请问一下国民党 为什么要打出这个奇怪的招数 就一直把陈时中给抹黄 结果好啦 狗仔队的始祖出来说话了 这个人叫葛思琪 葛思琪说 我告诉你啦 这个99%不是媒体收到的这个照片啦 谁第一手曝光脱不了关系啦 国民党出来说话 为什么这么正常的照片 然后要把人家抹成一个黄色的色老头 闲珠手 这一招我真的看不懂 我就哈这个会有效吗 没有这个要分两部分 一个就是说这个资料来源是谁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照片本身的评价啦 好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直接关心 等一下再让他讲 欢迎回来 这个台北市议员徐晓信他打出了这一招 就是把陈时中给抹黄啦 然后就说哇你看这个照片 徐晓信自己说他看得很不舒服 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大家看的照片都觉得 嗯好像还好啊很正常啊 因为当事人也觉得莫名其妙 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 也使得绿营的支持者 其实是更凝聚的 大家就觉得说 欸为什么陈时中选举要被人家这样子抹黄 所以他们认为陈时中好像受到了委屈 所以陈时中最近在这个庙口开讲的人气超旺的 这个我先请东豪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哪招啊 我黄会相信吗 你当然不会相信 我其实我看这件事情很简单 就是有人爆料给巧兴嘛 巧兴建立了星星星就丢出来了 那丢出来之后呢 他说如果他真的是嫌疏手的话 这个会继续打 会继续打 因为这是在选举前面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可是反过来讲如果他产生的不是有效打击到陈时中 而是产生了后座力反效果 那你就要做危机处理 就要停损 不能再继续打 所以你看到他们最近在丢其他议题 要把这个行动手盖掉 那这个事情的影响我的看法有两个 一个是会让原来又自治陈时中的人更积极投票 第二个你要知道他们这对医生 医生服务 所有被他看过的病人 这些票不一定是陈时中的 因为他们不是年轻的医生 很资深的 他们都是民医 对于中产阶级来讲 被他们两夫妻看过的人 也许他本来应该是讲忘安的 被侥幸中的一打 这个票往哪里跑 这里没办法用民调策的 所以选举越后期越怕这种事情 对 选举后期其实就是不能犯错 催支持者的热情 而且你要知道 讲闲珠手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尤其是对女生 人家还要出来道歉 不好意思 造成大家的这些困扰 他是无辜的第三者 你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查证 因为你是市议员 这两个都是被市议员监督的 对 因为他们在联谊中心 联谊系统 你知道是谁 无辜的第三者 那所以蒋万安阵营会不会觉得 徐晓鑫打乱了一盘棋 晓鑫他作为市议员民意代表 当然他有他的看法 还有他的职责 他说他在监督 所以陈时中现在是市长 首先我要讲 首先我要讲我自己作为国民党发言人 也是讲阵营的发言人 百分之百可以确认的是 这个什么 他讲的这个狗仔这个什么 葛思琪分析说是什么 可能是我们阵营去做这些 百分之百不可能也绝无此事 国民党也不会干这种事情 那当然是 所以蒋万安在回应这一题的时候 他就讲了嘛 我们比较关切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有媒体 已经就拍了这些东西 也做了报导 详细的报导 可是却有压力 而不敢拿出来 哪一家你讲出来 哪一家 这个真的要问徐晓星 到现在都讲不出来 人家就说百分之九一九 不可能是媒体 这个是他的分析嘛 那我坦白说 我愿意相信晓星啦 至于我相信晓星就说 那你觉得这一招是好招吗 晓星这一招对你们来说 是困扰吗 尊重但我不会跟进啦 因为我说真的 就是困扰了 还不到困扰的结果 为什么不跟进 发言人为什么不跟进 不是 因为人际关系 每个人的解读不同 所以不用通许晓星 你听我讲吗 他如果监督的是对的 为什么不跟进呢 晓星已经讲了 他说依他一个女性的角度 在看这件事 他会觉得说这个是不妥 甚至有嫌诸手之嫌 那我们的角色不同 比如说我男生 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没有严重他所讲的那个地步 可是我就说这个很主观 所以我就说我们切入的角度 是在于 如果这个是新闻 甚至是被压下来 那是不是新闻 自己有被钳制之类的 我们不会对于那个内容 再去做文章 讲外来也是如此的态度 是不是被压新闻 也都是许晓星在讲 如果这家媒体被 对嘛 现在看来是没有 所以这件事情要找许晓星证实 我没有办法 那你就不应该替他讲那个什么 什么被压下来的 我说我愿意 你等一下把他背书 我愿意相信这家这件事 你再把他背书 选战后期真的是越少犯错 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那这种事情我觉得那个争议性 这么的大 其实我相信蒋外安正宜 一定有觉得 打这个招到底是在干嘛 其实我想讲一句话 选举当然打得非常激烈 血流成河 可是不要去伤及无辜的第三者 你人家在这边 他先生在旁边 人家都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你许晓星跳出来 在那边说这个先出手 这个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这个等一下委员可以一并讲 我们还要看一下一张 那所以蒋外安正宜在干嘛呢 蒋外安说 我要吃立委了 我破釜成舟 然后但是他是在 菜市场拜票的时候 就突然间说 我要这个辞掉立委 就是说那个 展现出破釜成舟的气势 在菜市场展现 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不正式一点 然后更有power一点 好 我觉得你怎么样看待 你觉得他辞立委 效果会有多大 我先讲一下 刚刚陈时中那个先做 我觉得坦白讲 我也觉得那个是太过分了 因为不仅是商级的 无辜 而且你看他的先生在旁边 而且还有阶梯 就看来那就是一个 比较礼貌性的一个动作 那但是你硬去把它扣 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做一个政治 其实也要有更强的公信力 你要去思考到 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整个 包括对整个社会的形象 包括对第三者造成一定影响 我觉得要考虑 不是随便看到炮就乱打一通 你不是网红 你不是到处乱打一通的 我觉得你要有社会的公信力 不然你只是在消耗掉 你自己的公信力 那我要讲啦 陈时中如果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他选举过程早就被翻出来 可能从五年前 三年前 七年前什么 拉拉喳喳喳喳喳 你早就被拉出来 我跟你讲 这个都经过高度检视 没有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你在最后这个阶段 你随便的用这样的一张照片 就要去影射他 去攻击他 去攻击他周边的人 这种政治的攻击的手法 其实是太恶劣 所以我觉得不仅要谴责徐晓星 也要请国民党 都不应该任何有任何去声援他 或任何去影射他 讲说这可能是怎样 甚至于还去讲到说 可能是媒体去压掉 从来就没有人有这样的事实 你去讲这样的话出来 你不等于也是在配合着徐晓星吗 你难道国民党要把自己的形象 把讲完形象继续一起压上去吗 如果这样的话 那徐晓星又等于是讲完 难道是这样吗 我觉得真的是国民党要胜失 那至于讲完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让大家比较讶异 就是说你要辞立委 通常一般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展现破釜的承受 你就在宣布要参选的时候 你就辞掉 那在最短的时间好 你要辞 那你应该挑一个适当的时间点 那你的辞的用意是什么 是因为高航安的关系之后 你觉得好像有机会在做 对强攻这个黄山上的票 还是你认为说这个时间点 撒卡都的状况下 因为过去以来 只要台北市很平均的撒卡都的话 国民党没有赢过 国民党没有赢过 那这一次这么平均的撒卡都 讲完是不是有危机感 那有机感也可以 但是你要处于这事情的时候 一般我们通常这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会比较正式的一个场合 把他邀请来 然后跟大家说明一下 他在一个猜市场 然后跟很多的这个很吵杂的东西 对 婆婆说 突然就宣布这件事情 就觉得好像没那么认真严肃的 在看待慈立委 看待立委这个职位 或者是看待你 你进场示范一下 看怎么开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 就应该更严谨 不然会让他觉得好像在冲突一下 就应该好 谢谢大家